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2月28日,星期日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交流一个 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就是最近呢,我就发现 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呢 他们基本上都在特别负面的对待中国 他们不仅仅说是报道中国负面的一些新闻 他们现在呢,根本就是编造事实,污蔑中国 这个风气呢,从主流媒体已经扩散到了 各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议会 主要是在议会里面 各个国家的议会呢,就是以出台法律的这种形式 甭管它是有约束力没约束力 他们呢,就在制定法律 而这个法律本身以及它所依据的所谓的事实 都是谣言,都是不真实的 尤其是最近关于对中国新疆政策的这个定性 把它定性为种族灭绝 我认为凡是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的荒唐 以及非常气愤 那现在我就发现呢,中国人对他们西方 对中国的这种造谣污蔑 好像就越来越具有了免疫力了 不像一开始,如果是西方有报道说中国负面的 指责中国负面的中国人就会很生气 但是呢,现在慢慢慢慢的 中国人就越来越自信 对于西方的这种造谣呢 给予了一种鄙夷不屑的一种态度 虽然而说呢,我们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情 都是非常的鄙视 但是呢,我认为 还是有必要来做一件事情 那我这两天呢,我就在想 我想发起来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呢,我来起草一个公开信 这个公开信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反对造谣污蔑中国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新疆 这么一个公开信 那这个公开信我写好了以后呢 就由我们全球各个国家 在各个以大城市为中心 把这封信在我们华人中间来传递 并且由华人在这上面签字 各个大城市为中心的这个签字完成以后 然后再把它汇总起来 汇总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全球华人签名的这个公开信 就成交给各个国家的政府议会 我就想以这种方式来从我们华人的嘴里面 告诉他们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主要是这一次告诉他们 真实的新疆是什么样的 不可以再这样造谣污蔑中国了 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 我现在所想的主要方面的内容 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就这封信的内容 以及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形式 提出来你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完善之后呢 我就会着手进行 好,这封信的内容呢 我就是想从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的内容 就是告诉这个世界 中国在少数民族的优惠优先的一个政策 告诉他们中国并没有压制少数民族 相反中国是全世界民族团结搞得最好的一个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 是全世界民族团结搞得最好的一个政府 这一方面的内容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中国在大学录取方面的这个政策 这个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 中国政府强制性的各个大学 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对少数民族是优惠的 少数民族的分数线要比汉族的分数线要低很多 那我在这个封信里我想提到 请各个国家 尤其是这些西方国家 为中国的所谓的民运人士提供政治庇护的这些西方国家 让他们最好是能联系一下乌尔凯西 因为乌尔凯西是中国这个大学录取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问问他自己 是不是中国对少数民族大学录取上面 给了很大的优惠 好这是一个中国对待少数民族的一个政策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因为人口过多的原因实行计划生育 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政策对少数民族是例外的 只对汉族 据我所知有可能是包括回族 因为回族好像人挺多的 回族好像也包括在内 一对夫妻只能一个孩子 但是其他的少数民族 包括维吾尔族 他们一定是不受限制的 他们可以多生孩子 生几个孩子都行 而且中国最近还公布了人口普查的数据 就是维吾尔族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后 他们的人口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他们上升了25% 从这一点就已经是严重打脸那种指责说 中国打压维吾尔族 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这个指控 那关于中国给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不受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这个政策影响的这个 我也建议西方的国家都向你们所提供的那些政治庇护的中国人 跟他们了解一下中国人是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新疆那些问问他们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他们是不是也被强迫 只生一个孩子 好这是第一方面的内容 就是关于中国对少数民族的这种优先优惠政策 主要是举这两个主要的例子 第二方面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 现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所指责的那个再教育营 把它说成为集中营的那个再教育营 我想说一下再教育营 它的起因以及它的效果 新疆维吾尔族的那个再教育营 它的规模到底是有多大 它具体的课程都有什么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并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集中营 目的并不是说折磨他们 而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培训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在2009年7月5日 乌鲁木齐所发生的那个大规模的恐怖暴力事件 以及2014年3月1日 在昆明所发生的恐怖暴力事件 那这两个恐怖暴力事件 都是新疆维吾尔族他们所为 那中国针对这种情况 针对他们的深层次的原因 就采取了一个治理和补救的一个办法 西方可能有西方的办法 比如说美国就把穆斯林人挡在外面 不让他们来 那中国呢就采取了一个 从根本上改变的一个办法 对他们进行教育 对他们进行培训 并且对他们进行这种扶贫 这是进行新疆再教育营的这个原因 那我们再看他的效果 中国这个新疆再教育营早已经都结束了 最后一批学员也已经都毕业了 那自从中国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 自从2014年以后 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恐怖事件 中国现在是社会很安全 即便是你到新疆去也很安全 那我最近还看到西方就开始 为了破坏中国2022年的冬奥会 现在有人开始就煽动那些 将来会去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 说中国呀 安装了很多的摄像头 对人们进行监控 说如果你到中国去参加冬奥会的话呢 你就会受到这个威胁 对你个人是一个威胁 我就不明白了 这些监控对那些运动员 怎么会是一个威胁呢 那我就想跟那些运动员说了 那你这些运动员 你去了中国的这种环境的话 那肯定能够保证你走到街上 不会受到袭击 都不会受到什么被抢劫呀 被偷盗啊 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 即便是发生了 中国也会很快的就把这个犯人给你抓到 你说这样的环境对你来说是更安全呢 还是更危险 当然如果你想到中国去进行犯罪 或者是去传播病毒的话 那你不会得逞 我们会抓到你的 会监控到你的 你要是干坏事的话会抓住你的 对于干坏事的人来说 确实是非常危险 但是对好人来说 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 好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 第三方面的内容 我就是想说一下西方所说的 中国强迫劳动和人权的问题 这里面呢 我想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就是 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公平的理念 就是那些犯人 你犯了罪以后 你不可能因为你犯了罪以后 你反而得到一个特权 你每一天养尊处优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你白吃白喝 全体纳税人养着你 在外面的人 每一天都要工作 反而你坐牢的人 天天的养尊处优 不劳动 这是不公平的 犯人必须得劳动 这是一个新的理念 那我们不管你美国怎么样 你美国愿意养着你那些犯人 那是你的事 但是在中国我们不养犯人 犯人必须得劳动 不劳动不是他们的人权 没有法律 没有任何的理由 不劳动 必须要劳动 好这是关于 犯人被强制劳动 什么叫被强制劳动 每个人都必须得劳动 犯人必须劳动 没有不劳动的特权 这是一个新的理念 第二方面就是 社区服务惩罚 这一方面 中国也有那种 劳改的惩罚制度 其实西方也是有的 西方国家 对于那些轻微的犯罪 也有社区服务这种惩罚 我们中国人 其实应该都听说过 西方的这种惩罚 中国的劳教的惩罚 和西方的这种惩罚 其实不谋而合 它就是一回事 西方没有什么理由 来指责中国 好这是第三方面 就关于强迫劳动 和人权的问题 那第四方面就是 请西方国家 停止污蔑中国 中国有发展的权利 不能这么羡慕嫉妒恨 看到中国现在发展了 为了压制中国发展 就以各种的方式来压制 不择手段 不惜编造谎言 污蔑中国 很显然在新疆这个问题上 就是对中国的造谣污蔑 没有事实根据 以上的三个方面 中国人这么多人的签字 这么多人的签名 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对于社会的管理 这纯属是一个国家的内政 你美国有美国的管理方式 中国有中国的管理方式 中国绝不会 把自己的管理方式 强加给你们 你们也不能 把你们的方式 强加给中国 就拿抗击疫情 这件事情来说 中国做的是非常的成功 但是中国并没有 把自己的成功的经验 强加给你们 中国14亿人 只有10万人的感染 只有4000人的死亡 而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 但是千万人感染 50多万人死亡 尽管如此 中国从来没有说 你美国你必须得向中国学习 你美国没有人权 侵犯人权 你必须得停止 必须得按照中国的做 中国从来都没有 因为那是你们的内政 但是你不能把中国的这种 绅士的态度当成是软弱可期 有的人甚至来攻击中国的 封城政策 是压制人权 试图来干涉中国 这种成功的政策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非常的好笑 如果你愿意张扬你们个人的自由 而牺牲掉50多万人的生命 那是你们的事 你绝不能把你们这个强加给中国 中国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 中国人为了保住几十万人的生命 宁愿牺牲到自己的个人自由 这就是中国人的选择 中国人觉得你们很愚蠢 事实证明你们很愚蠢 中国人都不说行了 现在反过来 西方竟然能够攻击中国的抗击肺炎的政策 真是好笑至极 所以总之一句话 这封信的下面 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签字 请你们西方政客们 西方的媒体们 西方的人民 请你们深思 因为你们再怎么污蔑中国 再怎么压制中国 都挡不住中国的发展 你们这样做 只能是伤害到你们自己 好 以上呢 基本上就是我这封公开信里面的主要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你留言 在征求完意见以后 我就会找手来起草这封信 这封信写好了以后 我会在网上公开 有愿意出面的朋友 在世界的各大城市 可以把这封信打印出来 让当地支持这封信的华人朋友们 可以签字 签完字以后会汇总 完了以后 会成交给各个国家的政府 以及他们的议会国会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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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